阿姨是您吗?我刚才给您录像了 您自己说 咦?我让这位穿红衣服拿着蓝色 绿色喷壶大姨跟我说 刚刚你一号楼这个九号楼一单元二单元 你进去多长时间出来的 您告诉我 您?刚刚上 您用了二十秒钟从一楼干到六楼再干下来吗? 我知道您是 你是我打的电话你来的 我在我打电话之前 拿着绿色车筐里放着绿色喷壶大姨 您走了多长时间 二十秒钟你从一楼到六楼再下来吗? 二十秒钟 我不管你现在喷几号楼 你们呼噜我们业主半个月了 楼道从来不消毒 今天是让我抓着现行啊是吗? 我们好几千户业主在家待着半个月了 不出门你们这么糊弄我们吗? 没有 别走 咱们说咱们讲理别走啊 你来跟我去 阿姨你告诉我 你怎么二十秒钟从一楼走到六楼再下来的 我这有录像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半个月了 你们糊弄我们半个月了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是你接的 你给我坐着面子共同城 拿大喇叭挨个喊什么意思? 消毒了 我们业主闻不着吗? 我们没有鼻子吗? 现在有闻 我知道 我打电话了 我投诉你了 我想问我刚才那把阿姨为什么走 为什么不回答我 二十秒钟怎么从一楼到六楼? 是吧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所有业主一个稳妥的交代 说一句我现在给你消毒就完事了吗? 你最少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后续怎么处理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不管归谁管 我打电话 我给物业打电话 阿姨是您接的 是吧 您处理了 今天这事处理得很好 问题是我们作为业主 我们有权利知道 后续怎么处理这个阿姨 现在过来跟我们八号楼消毒来了 我不只剩半个月都不来一回 那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后续啊 我电话用我电话打的 对 你可以再告诉我一声 今天这个事让我们很气愤 好几千后业主在家待半个月 而你们这么敷衍我们业主 三四天四五天我就出去一趟买菜 我半个月没下去了 哪个家庭每个月不准时上万 都在忍着 国家这个疫情我们都理解 但是我无法理解 你们在这么重大的疫情面前 这么忽悠我们业主 是投一次吗 我就不许这事没人支撑 对啊 二十秒钟 你给我解释一下 二十秒钟怎么从一楼到六楼 为什么在阿姨走了 为什么不敢跟我对视 您跟上级反呀是吗 多长时间能给我们业主一个交代呢 我们很想听一下这个交代 好的 那阿姨我等着多长时间 行那没事我等着 我们有的是大人话投诉 我们有讲理的地方 平时咱们讲理讲不了 但是现在疫情面前 好像谁他也不敢 咱们就试试吧 是吧 咱有录像证 咱也不是瞎掰 你们也有监控录像 什么都有 大口夜主动闻着 从一楼到六楼 咱就拿手一摸 那八四消毒液 什么味儿谁不知道 你们家家都用 是吧 哎 好了谢谢您阿姨 我等着 没有没有 我只是提 这个监督一下你们工作 好了谢谢阿姨 多长时间 我也看到 ==平常的雨